我覺得紋身對我來說 是一些不是穿衣服那麼簡單的東西 我覺得你能紋得它 這東西就屬於你 我自己本身 Lag off 我欠缺的東西 我就是想紋在我身上 作為一個提示 每一天我洗澡前 我都見到這個紋身 就要提醒我自己 做人 要做一個強一點的人 紋身對我的生命來說 好東西在當初我想了紋身在我的屁股 因為當年剛出碟 我的Stylus 見我一副好身材 給我一些很少布的衣服 我又好鬼妹 好啊來吧 怕什麼 穿啊穿啊穿啊 所以很多電影的人 找我拍戲都說脫衣 脫衣 脫上身 脫下身 脫褲 不斷叫我脫 所以我就覺得 叫我脫衣 我就紋東西下去 我看你怎麼拍 不准人再叫我脫衣 哈哈 我最初有第一個紋身的時候 純粹就是想著 會得意 還有遮蓋了我的缺陷 我覺得我身體那個位置最不漂亮的 為什麼最初要紋蝴蝶呢 因為我覺得 我以前小時候 出來做事 太過噁心了 什麼都不敢說啊 我很欣賞那些花蝴蝶 然後我聽聞日本的紋身 很厲害 其實那段時間 人生當中都挺不好運的 覺得好像很loss 我就很想紋一個 有能量的東西下去 我身上可以 給我更多的加持 我很想得到一隻縫 無論你是女性也好 變性也好 男性也好 身體是你自己的 絕對是應該 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 對於自己身體的自主能力